來 今年的這個 過年前有一部電影叫做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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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當中這一部電影 其實不只一個大部分 好多喔 從老闆開始都說 這麼大部分 老闆導演 還有男主角 主角 還有大反派 還有 大反派 對 我大反派 還有 男主角 好 好 這個戲可以說是 年輕一輩的大部分在這裡 然後女生的大部分是 郭彩杰 你講得非常 非常的 心平氣和 心平氣和 好 這部戲其實很特別 在我們 常常我們講 目前那是大明星 幕後其實更大牌 幕後有很多的大牌 是電視機前面的人 或者是電影前面的人 看不到的 那種大牌才叫真的大牌 對不對 對 那種大牌會讓人家 心心膽戰 對不對 很可怕 講到她的名字就 立正 對不對 接到她的電話 他講什麼 會不會這樣 會不會 我說包紅包就好 對不對 聰明 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對不對 眼淚一直往裡面流 我還有兒子要養 是不是 還好啦 還好吧 因為他們都 就是對我都又是有恩 就是剛入行到現在都有幫過我 都有幫過 對 那這部戲為什麼要 秋梨寬小姐來導 這名字還不錯 秋梨寬 可是這 她管很寬 她沒有在上節目的 你說秋梨寬小姐 她 她沒有 是沒有上節目啊 對啊 她都管台下的事情 她哪管台上的事情 可是今天 不可能吧 台下 這部電影 當然要導演自己來介紹 是不是 我就是覺得啊 主角也來了 導演當然要來 導演才能把這部戲的精神 講出來了 那你覺得我要找哪一個導演來 比較好 如果你兩個都找來 我就真的是甘拜下風 只有這個小燕姐的節目 可以這樣子 而且來都可以談很多電影 很多事情喔 還可以看電影 真的嗎 好棒喔 很棒 我常看妳的節目啊 而且那個重播也看 因為有一天我搞不好 我也會變成一個 比較有質感的主持人 然後學習 好可愛喔 那我們歡迎 請朱妍平 趙琳環 朱導演啊 現在不是在彩排 妳怎麼這樣就來了 朱導演大家非常熟悉的 其實在台灣的所有的喜劇片 朱導演都是喜劇之父 但朱導演呢 當年呢 其實在拍某一個戲的時候 她就是請了邱莉寬小姐 做她的 場記 讓她的場記幹起 她是走導演組的 對 所以那個時候才20歲對不對 對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個時候朱導演也覺得是 因為朱導演的老婆也 就原來是她的場記 唉呀 這樣子啊 對 場記殺手也沒聽過 好黑暗 沒有啊 她就是只有 只有取了那一個場記啊 對不對 旁邊的是邱莉寬她沒有取啊 還好 那時候看了差點被騙 可不 我挑一個還好挑了我現在老婆 沒挑她 沒挑她是不是 當年喔 當年邱莉寬不是這樣 請你們看背後看看 各位 是她嗎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不要一昧的說邱莉寬 快結好 好可怕 都要接這一句話 你們看看邱莉寬 是 當年也是空靈的少女 對不對 好可怕 每一個人都有過往美麗的時候 所以來 請坐...邱莉寬 請邱莉寬小姐呢 這次拍戲呢 當導演 其實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她從場記做起 所以她是電影界的這個 從基本功做起的 基本功 對 場記啦 後來到製片啦 到製片 副導演 你不願意做的事情 都叫她做就對了 對... 一點都沒做 一點都沒做對不對 我當年我最記得在拍戲的時候 朱導演說我要五部車子 還要撞爛 這個不稀奇 是不是 八部車子 八部車子 而且要炸爛 要炸爛喔 然後主導演就這樣說 預算只有兩萬塊 預算兩萬不是導演講的嗎 是 有個更下流的 老闆講的 更下流的一個陪下流講的 其實邱麗寬在那個時候 就...就開始了她 不可能的任務 你懂不懂 拍電影其實就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 那邱麗寬就是在那個時候 就奠定她是大喬 小喬的大喬 喬事情啊 喬事情 很厲害 懂不懂 楊耀玲 你懂不懂 在片場裡頭 什麼是...什麼叫做片場裡頭 電影就是一個完成不能完成的夢想 那不能完成的夢想 誰去完成呢 對不對 還好 製作片局 是這個意思 我們是靜人士聽天命 靜人士靜天命 但是二寬其實不只如此 他後來又做了很多人的經紀人 做了很大的演唱會 因為他帶的藝人都... 一個比一個大 還好 還好 郭富城 演唱會 對 吳白 納茵 他是王菲跟納茵的經紀人 對 還有楊乃文 楊乃文 對 楊啟華 哇 你是 哪個難搞 你做哪一個是不是 也還好 他做難搞 他不講髒話 他說不出話來 你讓他講那個三字經 他就...就六了 所以呢 人之出入性本善 他好媽在看電視 我跟你講 新鄉近新鄉的人 我到底繼續背好了 不是 今天我們看了一些資料說 邱立寬其實呢 是一個很孝順的女兒 孝順 但是呢平常他做這些事情 媽媽看不到 但是上節目 邱媽媽 嘿 好斯文 今天女兒上電視嗎 不焉不酒不講髒話 不焉不酒 你知道 邱立寬其實這個世界上 他有兩怕 一個是怕媽媽 一個是怕他兒子 對 這兩件事情 都會在電視上看著他 所以他 這樣算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所以他就害羞 我兒子昨天就來跟我講說 那個同學說那個新聞有說 你在節目上講髒話 我說沒有啊 他說臉書啊 有啊 講那個什麼台語教學啊 我說那個 媽咪是告訴他說 這種話就不能學 我很好播那一段 對 媽咪做那樣的 只是說要告訴你這樣子的話 對 是不能說的 媽咪只是負責翻譯